先到北部兩年前出現一種 外來種的赤土町 叫做阿酒水龍 這兩年來進行疫苗結尾 到達 總共獲得一千兩百十八隻 今年九月進行疫苗的過程 也發現說這赤土町會收 這是台灣頭一次 發現說這赤土町作息的記錄 因為他是外來的入侵物種 他主要分布在東南亞地區 那尤其他是雜食性也是偏皺質性 所以他烈食的對象 其實對於我們臺灣的原生物種 其實是影響自懼 團隊在獵的過程中 發現土町收 這也是台灣第一次 發現這種外來種 土町用來生土町收 調查紀錄 專家基準 這種土町原地生存在中國地區 最大可以大到一公車長 主要吃驚鴻 鴨鴨 鴨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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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會影響臺灣原生種的土町 大概乳的可以到60公分 那弓的更大 可以到八九十公分 甚至一公尺 那它们主要的食物 是它们吃得下的小动物 那当然主要是小昆虫 或是一些节制动物 蜘蛛啊 马鹿啊 但是呢 如果它们吃得下的话 一些小型的 像蝸牛啊 或是小老鼠 或是小鸟 它们如果被它们遇到 它们觉得到 那也是有可能会吃的 所以它们在台湾 最有可能造成的生态危害 就是溪流周边的一些小动物 那另外它们可能会 对台湾的人生的吸引 对它们造成一些竞争的关系 新的官一定都会做疑毒嫁威 经济统计 自111年开始告达 已经抓到我一千两百 十八只穿土定四甲爪 管理标识 透过时间累積 除了疑毒 也会透过调查 这一步来组织人生团 保护台湾的万象症 记者就跟河 新的报道